各位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14章租赁 我们先看本章关注什么 重点关注第一个是乘租人的快处理 这是我们注册快师特别爱考 从目前来讲 那么增加到教材后 主要考的还是乘租人的 那么第二个出租人 我们重点关注经营租赁的快处理 那么第三个特殊租赁业务的账务处理 还有一个到现在没考过 生产商融资租赁的快处理 这个新旧准则最大差别在这 这个老准则没有 则我强调三个内容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项选择题 第一题 二三年一月号 假公司和乙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将其移动 这个物业租赁给乙公司 作为商场使用 根据合同约定 该物业的租金 每个月是五十万 每个季度末来支付 租赁期为五年 自租赁合同签订开始算起 租赁期 头三个月免租期 乙公司免于支付租金 免租期吗 如果乙公司在租赁期内 每一年的营业收入超过十个亿的话 那么乙公司还应该呢 向甲公司支付经营分享收入一百万 这可变租金 乙公司二三年度实现营业收入是十二亿元 超过了吗 那么超过十个亿了啊 假定上述认定为经营租赁 这是什么人呢 这讲的是出租人出租人 好 那么问对甲公司二三年 营业利润影响的金额是多少 来吧 答案选择C 上述交易 对甲公司二三年 营业利润影响的金额 那么第一个就是租金收入 对吧 租金收入 那么租金收怎么算 那么直线法 分子上在于说一遍是扣除什么 扣除的是免租金 扣除免租金 所以一个月是五十万 对吧 所以一共几年是五年 五年乘十二个月 扣掉三个月 扣掉三个月 乘以一个月五十 分母上是不扣免租期的 不扣免租期是五年 五年呢是六十个月 然后呢 六十月吧 对吧 六十月吧 好 这是一个 然后这算出来月的吧 再长十二个月 再长十二个月 那么年的 算成一年的 这是第一个 再接着加上分享收入一百万 这还一百万呢 所以还加一百万 算出六百七 答案选择C 好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 去年考题 二零年十二月一日 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协议 甲从乙公司租入一个写字楼 作为办公用房 协议约定 启租日为二一年四月一号 到期日为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那么从启租日开始计算租金 租金每个月是三十万元 甲公司有两年的续租选择权 甲公司二十一年一月一号就进驻了 看好了一月一号进驻了 该写字楼并开始装修了 好了 看见了吗 一月一号就开始了 好 那么现在问的问题是 甲公司接着不能合理确定 行使续租选择权 那么问租赁期多少时间 租赁期 租赁期 那么租赁期的我们在这算一下吧 那么应该是从二一年一号开始算起 二一年一号到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对吧 所以是二零这么说二零吗 二零二年一月一号开始 那么在这到期日为二零二七年行吗 往后退一天不就完了吗 一月一号 那么这一共多少年啊 七减一段六啊 有六吗 哦有六这呢 第一选项 所以答应选择谁啊 第一选项 啊第一选项 所以二一年一号到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到十二一日 你往后退一天不好算吗 大二七年不好算数吗 好算数吗 对吧 所以接着看概念啊 租赁期是指成族人有权使用租赁资产 且不可撤销的租赁期间 所以自租赁期 开始算起 不是从给钱的时候算起 那么如果成族人在租赁协议约定的起租日或者租金起付之前 已经获得了对租赁资产使用权的控制权的话 表明租赁期已经开始了 所以成族人有续租选择权这个日期还应该考虑 也可以考虑 那么应该考虑应该考虑 但是本题本题在这儿不能合理确定续租选择权就不需要考虑了 所以这个题一定要注意 是1月1号这一天 21年1月1号这一天 我们进驻写作 开始装修了 拿的钥匙了 拿的钥匙说明什么 有控制权了 有控制权 租赁期开始从21年1月1号这一天开始算起 好 所以答案是6年 在21年1月1号 假公司租入一公司一项设备 租赁期开始为21年1月1号 该设备在当日供应价是210万元 租赁期为3年 每年年末支付租金是80万 租赁内含利率是7% 双方约定租赁期建满时 假公司支付10万即可购买该设备 预计租赁期结束时 该设备的供应价是40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确定假公司将在租赁期届满时 行使购买 行使购买权吗 优惠购买选择权 这问题吧 一定要行使 因为供应价是40 这块支付价格才10万 25%还记得25%界限吗 接着看 假公司在租入该设备时 为运回该设备发生了运输费4万 不考虑增值税 求使用权资产的入账价值 这好办吗 好办 折线不就完了吗 折线吗 一个是年金限值系数 一个是复利限值系数 对吧 来吧 所以假公司所取得的 该项使用权资产的入账价值 第一 那个什么 首先是那个租赁负债的限值 所以年金80万 常以PA 内含利率7% 三年期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行使购买选择权 那么10万 常以负利限值系数 PF 73%年的 再接着加上 那么运输费 运回设备时的运输费4万 那么算出222.1 答案选择的是D选项 再接着看第四题 假公司从乙公司 租赁商铺资料如下 20年11月1号 假公司董事做出租赁商铺 20年12月1号 假公司和乙公司签合同 21年1号 乙公司将房屋的钥匙交给假公司了 假公司收到钥匙之后 就可以自主的安排对商铺的装修 并安排搬迁等等 同时又约定免租期三个月 起租日从4月1号开始 那么假公司自起租日开始支付租金 那么问租赁期开始什么日期 没问题 应该是拿到钥匙这一天 应该是21年1月号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什么 C 好答案选择C 解释一下 由于假公司21年1月1号 其已获得商铺使用权的控制权了 因此租赁期开始为21年1月1号 即租赁期包含了出租人给予乘责免租期 所以免租期一定要注意啊 说什么支付租赁期从支付租金的时候啊 算起那么作为租赁期开始那就错了 那这一定要错了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拿到钥匙一定找控制全日期 而不是支付租金的时间算起 所以这条题是预议好 再接下来看第五题 去年的考题 这个题难度应该不大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要题啊 假公司租赁一项固定 租赁期开始之前 已经支付了租赁付20万元 求什么 求使用全资产的入账价值 那么20万算吗 算 需要折现不需要折现 租赁期开始尚未支付的租赁付完额 限制100万 记录吗 记录 假公司发生初始职业费用2万计吗 计 假公司未将该租赁资产 恢复至租赁条款约定状态 预计将发生的成本不去支费用吗 去支费用还是限制吗 计吗 计啊 收到租赁这个激励的款项5万 这个咋充吗 充使用全资产 加加减减不出来了吗 好 答案选择C 我们来看 这个题使用全资产的初始入账金额 那么是以下几个金额 第一个金额是什么呢 是之前支付的 包括首付款什么之类都可以 20万 那么再接着加上100 这100呢是租赁付款额的限制100 再接着加上这个2万 这2万什么呢 初始费用 包括什么佣金了 印花税什么之类的 还有什么 弃支费用的限制3万计吗 3万计 还有个什么东西 减掉收到的租赁激励 我减了不就完了吗 答案122 所以答案选择C 好 那么在租赁期开始 成本应该按照 成本对使用权资产金出时计量 那么在成本包含内容再说一遍吧 第一个 租赁负债出时计量金额 那么第二个 在租赁期开始日 及之前已经支付的金额 这个是不需要折现的 那么如果存在基地的扣掉 三 承转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第四 弃支费用 就可以了 答案是到C 6 21年初 甲公司就5000平的办公场所 与公司签订为期三年的租赁合同 由于市场 变化了 到第二年年初的时候 甲公司和乙公司协商对租赁合同进行修改 租赁合同修改 同意对原租赁剩余期的租赁的金额 那么进行变更 由原来每年年末支付40万 调增为50万 我们一般都是调减 我来个调增的 一般都是调减 对吧 现在都是调减 我就来个调增的 好 那么租赁期限保持不变 那么原来多少 原来是三年 租赁期三年 那么现在修改了 第二年年初修改 还剩几年 还剩两年 对吧 内涵力力 不知道 乘坐人 甲公司在租赁期开始 增量借款率是6% 这原来的啊 第二年年初新的增量借款率是7%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在租赁合同修改日应调整使用权资产的金额多少 不就是原来和新的吗 重新折现吗 重新折现新的使用权资产和原来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增 调增 所以从40万调增到50万啊 重新折现 对吧 答案选择A 那么第二年年初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入账价值 由40万调增到50万 乘以新的利率 新的利率是7% 还剩两年 PA 两年的 那么这个数算出来是 50乘以1.8080是90.40 是第一个 那么原来剩余租赁负债账面价值 原来是40万 乘以原来的6% 那么剩余两年1.8334 算出70.34 两亿比差额不是17.06吗 不借使用权资产17.06吗 那么代季租赁负债不增加10万吗 乘两年20万 差额倒计出2.94 借季租赁负债二级科目 为穷资费用2.94 所以答案是 这题难吗 不难 思路要清楚的话 这题就不难了 好 第七题 某租赁公司 21年1月号 将一个大型的电子计算机 以融资租赁方式 租给B公司出租人 双方约定 自当日期 并且租赁该设备是48个月 48个月 每6个月的月末支付租金600万 双方就担保余制约定如下 如果标的资产在租赁期结束时 供应价低于2000万的话 则并且需要向租赁公司支付2000万余 标的资产 在租赁期结束时供应价之间的差额 那么也就是最大厂口2000万 对吧 那么如果说 那么不值2000万 比如值1800 要支付他们俩之间的差额 未担保余制为零 租赁公司和B公司 均预计该电子计算机 在租赁期结束时的供应价值段 是350万 差太远了 350万 那没办法 电子东西就这样 租赁自然当日账面价值5000 供应是多少 供应是6000 供应减账面差额进哪 资产处置谁对吗 对了 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下列表述中 问不正确的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 租赁收款额6800 我们来算一下 租赁收款额等于什么 不就是每一个期间支付的是多少 是每6个月末支付的是600万 对吧 那么一共48个月 48个月 那么得87 那么6848 这一个吧 好 这一个 所以这是第一 因为是租赁期是48个月 48个月 那每6个月末支付600万 所以600万乘以87 这是第一 再接着加上担保余值 担保余值多少 担保余值是多少 是2000万 2000万 所以这2000万要算进去 这2000万算出来 所以并且需要向租赁公司支付2000万 那么那差管不着管不着 你不管他这个金额到底是350 值350还是值400 还是值1000 值2000 值8000 我都管不着 我最终要的就2000 你知道 所以从我出准角度来讲 你别我想了一差 成准是想差的 成准是想差 我出准是按全部金额2000来百元的 所以6800 所以A在这正确吗 A在这是正确的 A在这正确 对吧 所以我们这条题看正确不正 不正确的 那么A正确 那么这是第一个 所以再说2000加进来 B 应券的资产处之随 不就是公允减账面吗 租赁当天账面是5000 公允是6000 公允减账面差额 寄入到资产处之随 这也正确了 C 应收融资租赁款 账面价值为6450 这6450在这对吗 算一下就可以了 C 应收融资租赁款 账面余额 那么应该等于是 租赁收款额6800 减掉一个什么呢 减掉为实践融资收益800 这800就这800 为实践融资收益800 算出6000 所以这个数不对 这数不对 所以应收融资租赁款 账面价值不是6450 而是6000 所以C不对 好 那么分路怎么做 来看看 我再把这个过程 又写得更详细点了 因为这条题 有学生拿过来问过我 那么应收融资租赁款 总账科目的 初始入账金额 也叫租赁投资金额 那么应该等于 租赁资产在租赁期开始的 供赁价是6000 加上出存发生的 初始践分0 还点6000 所以这6000 金额刚才说过了 那么 应收融资租赁款 二级科目租赁收款额是6800 刚才给你6800了 是不是6800了 对吧 那么6000和6800 差额不就800在这 代计租赁自然 账面价值5000 供赁减账面差额 进入到资产处置 所以不就完事了 对吧 所以还是背离公式 应收融资租赁 总账科目的入账价值 也叫租赁投资金额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在租赁期开始 这个资产的供赁价 加上初始践分 本地没有 就6000 所以6000 总账金额是有了 租赁收款额也是已知的 倒几出这800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正确 答案选择的是什么 C不正确 提示 如果是成族人的话 那么要考虑差 成族人考虑差 出族人不考虑差 根据机器在第一年下半年实际产能确定 第二年到第五年 每年的租金根据该设备第一年下半年的实际产能确定 即租金在第一年年末变成了固定的付款额了 在租资金额 在租赁公司无法确定内含利率 所以增量借款率是5% 假设到了第一年年末的时候 根据该设备在第一年下半年实际产能最终确定了 那么租赁付款额是1000万 这数算出来了 好 以至下面一个年金限制 还剩4年还剩4年 5% 不考了其他因素 问第一年年末 使用全资产的入账价是多少 第一年年末 那么来看一下答案是那A 在租赁期开始 由于未来租金尚不确定 因此假公司租赁付款额额折不了线 到第一年年末的时候 租赁潜在可变性消除了 那么变成实质性的固定付款额 每年是1000万 因此假公司基于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 重新计量租赁付款额 并且采用不变的折现率 还是5%折现 所以在支付第一年租金之后 第一年租金直接借制造费 管理费用带银行存款之后 假公司后续年度需要支付的金额是 1000乘以4年14000万 14000万 那么资料在上面 好 那么这由折现 所以年金11000万 常以PA 5%原来利率 那么四年期 四年期 那么这样算出来 限值是3546 算出3546 有了3546以后 那么就好办了 3546好了就好办了 那么未确融资费用倒计出来 454 所以第一年翻译 借制造费用 代计银行存款 借管理费也可以 看听不要求 好 那么下面再接看 借使用全资产 折温现后金额3546 代计租赁负债是 一年1000乘以44000 差额到几出 那么租赁负债二级科目 为全资费用454 还这么说 这是第八 第九 下令有关 成租人 看好了 成租人 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的 快据处理表述中不正确的 不正确 成租人应该将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 的租赁付款额 在租赁期间内的各个期间 按直线法 按直线法 或其他系统方法 合理确定 介入到资产成本 或当期损业正确 说完了 出租人 你是按直线法 确认租金收入了 那么成租人 也是按直线法 确认租赁费用的 那么出租人考虑免租期 等等有关内容 那么要考虑因素 分子上是扣掉 分母不扣的 那么成租人一模一样 处理方法一模一样 B 租赁期不超过12月的 但包含购买选择权的租赁 不属于短期租赁 折现去 正确 C 低价值资产租赁 是单向租赁赁为全新资产价值 较低的租赁正确 那么第一 通常情况下符合低价值资产的 资产全新状态下 那绝对值应该是人币5000错了 这个准则中给的不是5000 国际草报准则给的是5000美元 5000美元 中国给的是多少 给的是4万 4万元 在地不正确 实体 乙公司将一台管理用固定资 以净租赁方式租给假公司 租期三年 租金总额1万5 看好 已扣除免租期的租金了 那么免租期两个月 第一年是多少 是6000 第二年是5000 那么第三年是4000 此外 每年乙公司还应该承担 本应该由假公司承担的修理费用 每年的金额是300万 假定假公司将该租资业务认定为低价值租资 低价值租资 好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问快处理中正确的是 正确 一个来 每年去的租金费用是多少 那么除去呗 直线马除呗 所以总额多少 总额是在这是 租金总额是1万5 租金已扣除免租期了 然后再接下来减掉 再减掉300乘以3年 300什么 修理费 修理费 所以这个题目当中还告诉我们有300的修理费 这个每年300的修理费 应该是谁承担 应该 应该本身来讲 应该由谁承担 题目告诉我们 本应有假公司承担的固定赞修理费 那么现在是出租人他承担了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羊毛出的羊身上最终都是我们成子人负担的 他还在租金当中了 所以把这个300乘3年的修理费 从租金收入中扣掉 从对方来讲 租金收入 我们这边租金费用了 两边算法一样 所以1万5 租金总额扣掉300乘3年的修理费 再除3年算出4700 所以这个正确吗 正确 扣掉往里后要注意一下 那么就是每年确认的管理费用是两个 那么一个是租金费用 借管理费用 二级科目 租赁费用 4000基 还有个300 借管理费 修理费 你知道吗 实际上这笔钱我都给人家了 也就是不给人家 我自己修 我也得还钱修 所以这两个都是借管理费 知道吧 所以算出了5000 本题中 出租承担的 承赠某些费用 其实这些费用 出租会以租金的形式 从承赠的取得的 羊毛处在羊身上 不都从租金中扣吗 因此本例中的承准假公司 每年需要承担的这个费用 这5000中有300 这5000元中300 是属于修理费 要给拿出来 虽然借管理费都是借管理费 都是借管理费 所不同的就是一个借管理费 二级科目租赁费用 一个借管理费修理费 懂了吗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内容能清楚来看 每年劝的管理费不是 刚才多少算说5000 我说4900肯定不对 第一年劝的租金费用是 那么这个金额是 这个数也不对 是4700 每年都4700 第二年第三年 劝的租金费用更不对了 更不对了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A正确 A正确 好 所以要从分路角度来讲 借管理费 一个租赁费 一个修理费 或者维修费用都可以 知道了吗 合计在一起 这个是 这种题以前考过一次 这就是以前考过的考题 很早很早以前考的 好 这是一道题 接着我看看 在一次性支付三年的租金的时候 分路可以这么写 好 再看第11题 假企业括号原租赁常租人 予以公司原租赁出租人 就5000平的办公场所签订一项 为期五年的租赁 括号原租赁 在第三年年初 假企业将5000平的办公场所 转租给并且了 期限为原租赁的剩余期限三年 这三年要转租赁了 不考虑初始直接费用 假企业应既原租赁 形成的使用权资产 对转租赁进行分类 其快处的表述中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来吧 终止确认与原租赁相关 且转给谁 转给并且的 就是转租成租人的 使用权赁 并确认转租赁 投资净额 正确吗 正确 比较比较 这东西我租来了 我租来后 我当时分头怎么做的 我借使用权资产 带租赁负债 没问题吧 借使用权资产 带租赁负债 我租过来了 我现在转租给你们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充电的使用权资产 我代计使用权资产 同时要借什么 借应收融资租赁款 这没问题 A正确 B 将使用权资产 与转租赁投资 进额 直接的差额 确认为损益 这个要确认损益 这个损益什么损益 仍然是资产处理 还是资产处理 这还是资产处理 没问题 所以在资产负债表中 保留原租赁负债 这当然保留了 为什么呢 我承准 我先租了 我承准 再转租给你们了 我承准使用权资产充掉了 但租赁负债 你不能充 我还得给人钱呢 我还得支付每期支付 租赁付款额 我从里面收钱 一个是给钱 一个是收钱 我既是什么 既是承资人 又是出租人 所以还得保留 租赁的租赁负债 该负债代表 应付原租赁出租人的 租赁付款额的限制正确 在转租期间内 中间人出租人 不需要确认转租赁的融资收益 错了 确认吗 确认 一方面我要确认什么 融资费用 一方面还要确认融资收益 所以这块不再确认错了 也不再确认利益费用也错了 二者已经抵不掉 所以一方面要确认 这边要确认什么 确认租金费用 那么一方面还确认租金收入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地不正确 所以在这分别要确认 在这不能项目抵消 好 第十二题 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一份 五年期的设备租赁合同 租赁期开始 二亿年一号 甲公司每年的固定的付款额 为一千万元 每年年末支付 甲公司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 增量借款利率是5% 采用直线法 按五年来进行提折救 好 那么现在问 有关财务报本劣势 表述中正确的 A 使用权资产烈势 财务费用烈势 租赁负债烈势 一年的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烈势 非流动负债烈势 那为正确的是正确的是 那么让我来判断判断正确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这肯定不对 不可能是零 这个B和C我们得算一下了 这个这几个都得算 反正初步判断D肯定是错的 D错 再答案A 正确 下面一个来讲 怎么计算 选下A 租赁期开始 确认租赁负债的金额是 租金每年是一千万 每年年末支付 乘以P5%的利率 增量借款利率是5年期的 算出4330 在借使用权资账4330 代计租赁负债 那么金额是一千万乘5年 是五千 差额倒挤出来 借计租赁负债 二级科目 为穷资费 那么是670 有了吧 就是一个 那么21年末 使用权资账 劣势金额是原值减折 就原值4330 减掉4330 除以5年 算出3464 对照那个选项A下 所以选项A是正确的 选项B 21年末 财务费用 也就是贪消的金额 贪消金额 不是年初的租赁付款额 是五千吗 减掉年初的 为穷资费用670 再乘5% 算出216.5 那个B错了 那么整 刚才那么整的 就说就不对了 216.5 216.5 这是216.5 怎么出来的 再说 背公式 是7出的租赁付款额 减7出的 为 逊融资费用 就可以了 再看C选项 C和D 21年年末 租赁付债的余额 注意 余额 来看一下 是最早的 7出的 租赁付款额5000 再减掉 那么已经支付了一个1000了 每年年末支付 支付了1000了 再接着减掉 7出的 为穷资费用670 减掉 已经贪销了个216.5 这叫什么 这叫年末 第一年年末的 租赁付债余额 那么 第二年 二年 二年末 确认的 融资费用 贪销额 直接拿租赁付债余额 那么是 3546.5 乘5% 算出 177.33 所以二年年末的 租赁付债余额 看好了5000 减掉 支付了 两个1000 括号完 这叫租赁付款额 再接着减掉 为穷资费用670 减掉第一年 摊销额 216.5 那么这有额吧 再接到第二年 摊销额 177.33 这呢 算出 2723.83 那么21年末 反过来往上看 刚才二年算 反过来再算21年的 21年资产负债表 列报金额 列报哪个金额 列报金额 是22年 再说明21年报表 列报 就是22年的 他的账面预额 所以2723.83 这有了 那么21年年末 资产负债表当中 有一个一年到期的 二点差额 是二年的减二一年的 差额是82.67 82.67 所以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不是二者差额 算这个是金额 那么答案 那么大家出来吧 所以C和D 在这也不对 这种题 应该说 租赁准则考虑后 还没怎么出题呢 大家注意一下 稍证 稍证 的 这也是 还能准备 稍证 期望 公司 没错